新聞繼續要來關心的是 電風建設的重要發展 這是交通部長林家梁 在11月30號是南下閣議來試探 他是在布地港來作出 相當重大的政策算式 一種的戰略支持布地港 包括新建牛牛的任何渡路 第61席新聞分流度 含博物區的建設案 同意管長翁張良 也在在財政建設林家梁 考慮牛牛可以增加一億醫生 來進行到金官還有涯干的證明 林家梁也同時來答應 希望可以回應到電影的訴求 布地港過去有些上海的美名 今年來關乎六小島 包括好美麗三滴彩繪村 高庚協教堂543 還靠四季營金店跟文廠建設 加上官公義士和朋友 來布地客輪去引進去 到日前條街 昨天為他對外人六甘德布 新交越來越大 行行交通安全的應用 為了解決部地對外交通問題 關乎幾位在部地 避港的車海口和雨天港之間 行建設兩者南北鄉的交流 並改善人民的應得 道路站等近1.3公里 港町費用7.7億 當時在第三避港黨 並台61席 西邊快速到樓邊 行建設核武区 並進世台61席新聞地区分流度 方便加港避產品進出 再則報到應景 現在蔡議員就要安排林佳龍部長 來到部地 看過來了 而且做了很多重大的宣佈 比如說新聞的這個高流德 現在在籌碼當中 那比如說我們這個 這個新城裡 這個所有的這些野鳥的觀測站 包括整個的整建 大概部長來以後 大概就定案了 那有關於布袋儀式啊 因為只有一條橋 那有可能變成孤島效應 所以給我們答應這條最大 大概將近七千幾萬 當然部長又高台 那可以再加上一些景觀上的規劃 我想青菜雞盡量會有 所以未來那個地方 會變成布袋很重要的一條橋梁 而且是一條景觀橋 那當然可以特別來參觀 他們這裡風景區 他們所營造的這個布袋五四三橋 這個必殺街的 藝術介入空間的營造 我想 布袋作為明年的 這個旅遊的經典小鎮 那整個布袋的所有的營造 確實還要再更多 更好的一個強化 觀光經典小鎮 我們的布袋鎮 可以說雀屏重選 所以2021年 是我們布袋要發電公公 一個重要的一年 當然整個觀光的一個發展 我們希望先解決交通問題 包括這個布新橋 之外需要第二個聯絡橋梁 在今天在部長的大影集 大概也會跟這個公路總局 以及港務基金 來吸收大部分的費用 這個橋梁大概是有著落 接下來我們還希望 可以來爭取的 這個台六十一線 不管是分流道 還是台六十一線的 這個休息站 這個休息站 當然也可以在串連了 第三漁港的 包括這個加油站的一個功能 把整個一個點線面 都可以把它串連起來 布袋是到澎湖 這個最近的這條航線 我們也在這個 林佳龍部長的協助之下 在明年 我們也會在這個布袋三港這裡 去澎湖玩的 李維蔡依宇三十號邀車交通部團隊 在市地探索 對電行的訴求 交通部長臨加兩強調 布袋頂已經 那三位二共一一年緊張設定 觀光要做得好 高通一定愛好 高通部中通知公路總局 航空局和觀光局之外 自此令我倒露各教人的建設 但六十一三星 運分流都已經在幾月當中 服務区用地車管護行進行 都市價為進行進程序 那觀光要好 交通一定要好 所以我們這一次最主要來考察的項目 大概都是以交通建設為主 包括我們這個布袋港 連外的這個道路的新的一個橋樑 那在這個原來的布新橋之外 能夠打通 變成一個可以做替代道路 那縣長也特別 希望能夠做一個景觀橋 成為我們布袋港的地標 那配合經典小鎮 那未來的台六十一線 在進出我們布袋的時候 我們也會新增聯絡道 再加上一個服務站 那這個配合布袋港的重新定位 它不再只是一個漁港或山港 還是一個觀光油氣的港 那結合布袋跟澎湖 我們現在在2023年會推動 這一個跳島旅遊年 那以十年藍色公路的發展計畫 那要透過布袋港的一個發展 帶動整個濱海地區 我相信交通部跟地方政府的一個合作 在蔡宇委員他持續的推動下 那我們已經很清楚看到 在意後的觀光 那布袋港作為一個火車頭 來帶動整個 聲音新聞 蔡宏董報帶頂 蔡宏博多 嘉義官特別推出一個計畫 這個計畫叫做管路安心計畫 家人有關於管路方面的問題 或者是因為入院返家以後 有發燒 嗜睡 感染 或急性疼痛 入瘡 或是相關的異常 那我們有特業的單位跟特業的機構 那我們就可以打電話去尋求相關的協助 甚至說我們這個服務可以二十四休息 我們這個 嘉義官十八公斤 都可以來做服務 也可以跟我們衛星塑來做同地 我們都可以來跟大家做服務